新北市政府民政局5号上午在市府6楼的大理堂举办了护证日庆祝活动 由市长侯友宜亲自颁发奖牌 表扬了6个基优护证事务所 还有20位的基优护证人员以及志工 肯定新北市各护所用心提供各项优质的服务 为了感谢护证人员的心脑 新北市民政局5号在市府6楼大理堂举办护证日庆祝活动 由市长侯友宜颁发奖牌 表扬三重护证等6个基优护证事务所 与新店新庄护证的20位基优护证人员及志工 肯定各护所用心提供各项优质服务 新北市今年突破了400万 要谢谢我们护证人员在第一线 为我们市民做最佳的服务 让我们有机会成为一个快400万的最大的一个城市 侯友宜市长指出 护证的业务包裸万象 包括出生、结婚、迁移与户籍移动等 未来将会秉持以检证便民、行动治理及智能城市等三大主轴 落实更便民创新的措施 例如今年8月1号便推出新住民一站式服务 透过单一窗口提供新住民全方位的服务 今年护证所有好朋友推出了很多新的检证便民 新住民的盗战一站式的服务 还很快速地把他们所有的问题一次解决 尤其我们的所有护证事务所站在第一线 就不断地新的创新 不管是用好事咖啡厅来招待我们市民 或是用结婚拍照新的点子 让我们市民在结婚登记的同时 可以做简易、温馨的拍照 表扬活动上 护证同仁与职工也带来精彩表演 让侯友宜市长大表赞扬 侯市长也期许护证同仁与职工朋友 能持续秉持服务热忱 让护证服务更有效率 记者声明正门期新门北市采访报道